同学留意,二元一次方程 刚才所说的,x是1,y是6,x是4,y是24 不同的x就有不同的y 所以它的答案有无限那么多个 因为x可以放无限那么多个数值 所以你会计到无限那么多个y 但留意,如果这是一元一次方程 一元一次方程 跟回理论,一元一次方程就只有一个未知数 x加4,x一次方等于8 x如何解释出来呢? 以往你们学过,就是8加4 所以x就等于4 因为一元一次方程只会一个解 因为你只有一次,一个未知数 但相反,二元一次方程 其实解释不像这么简单 它有不同,x有不同的y 所以它的答案有无限那么多个解释 好了,那无限那么多解释如何表达呢? 很多时候我们用图像去表达它 譬如大家可以看看这个 如果这个A9.2,二元一次方程图像 刚才所说,二元一次方程的解释 是有无限那么多个的 它如何表达无限那么多个答案呢? 就在一条直线上面就可以做到的了 譬如例一,看一下吧 就要用表达方式 将y等于2x加1 在x是-3至3之间 所有x的整数值和对应的y值 刚才也所说 其实当这一题的时候 x可以任你选择 那么y可以任你选择 可以画到一条直线的 而直线可以无限延长 所以x如何选择呢? 其实是好看你自己的个人选择 但如果有人选择不同的时候 画出一条直线会不会一样呢? 其实是一样的 不过范围会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初中刚刚学的时候 老师都会告诉你 不如我们就用这个范围去做吧 x等于-3至3 好了,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由-3至3 你初初画的时候 你就看到-3下一个整数 第二步就是-2-1-0-1-2 如此类推 我们第一步就要把这个表填满去 如何填满呢? 我们看第一组 当x是-3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 y等于2x加1 当x是-3放下去 y等于2乘-3加1 y等于正负得负2-3-6加1 y等于-5 就算到呢? 当x是-3的时候 y是-5 其实呢 如果在这里看法 其实这个就类似一个座标 x是-3 y就是-5 按这个 大家记得方温学过 如果是座标 这个位置就是x 这个位置就是y 如此类推 我计多一个给你们看 如果x是-2的时候 那又怎样呢? 当x等于-2 同样 因为我们在画这个二元一次方程 所以摆回同一个 y等于2 x就是-2加1 y等于正负得负2-4加1 所以y等于-3 那这个呢? y是-3 所以另一个座标就是说 x是-2的时候 然后y的对应值就是-3 这是另一个座标 那如此类推 那后面呢? 我觉得同学都应该理解到 那后面呢? x是-1的时候 同样刚才的计法 计算出来就是-1 x是0是1 x是1的时候呢? 它是3 x是2的时候它是5 x是3的时候它是7 -3、-1 1、3、5、7 就不是变出来的 都是用这一条 一开始 y等于2x加1 这个二元一次方程 去计算出来的 那第一步就完成了 好了 去到第二步呢? 我们就在一个直角座标平面上面 去作这个 那直角座标平面呢? 就是x轴和y轴 那大家可以看看 那我们做的时候 如何做呢? 我们留意一下 x是-3去到3 y呢? 就是-5去到7 那所以呢? 我们就应该会画谷 这样的图先 x4 x3 去到3 那很多时候呢 你可以多画一个在后面 x4和4 都没问题的 那好了 y呢? 是-5嘛 最尽 通常你就画一个x6 那然后呢? 你呢? 它应该去到7 那所以呢? 1、2、3、4、5 好像不够 那我就要延长多一点 延长多一点 画画好一点呢? 其实呢 到时呢 我们就不要那么难了 要用一张 正正色色的格仔纸 那在上面呢? 去画回 6大约在这里 7大约在这里 那这类歪 那同学也不用担心的 因为其实 如果 到时他叫你 要在x3和3之间 就是说呢 你3和7 就必定要画的 所以如果不准就不行的 你就不能这样 那你一定要画回 一张正色色的格仔纸 去做回 那但是如果 如果题目呢 只是叫你绘画 那你这些不画也没问题 那你就不需要 不过因为呢 他今次呢 题目呢 是真的要你-3 去到3 的 就是说你的y一定 由-5画到7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 这么粗略地 加一张2点就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乱加2点 其实这里呢 和这里其实比例呢 根本也未必是对的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懒惰 我们一定呢 都要正正色色地 拿一张格仔纸去画 那就是说是这一张 好 如果画到这张的话 我们将座标 放下去了 第一个-3和5 x是-3 在这里 y是-5 就在这个位置 -5 那就画完交叉 好了 当-2和-3 x是-2的时候 在这里 y是-3 就在这里 -3 x是-1 y是-1 x是-1 y是-1 就是这样拉下去 x是-2 y是-5 x是-2 y是-5 两个手这样扯进去 就是这点 x是-3 y是-7 x是-3 y是-7 然后就将1、2、3、4 5、6、7 7组的座标相连 记住用招请 留意了同学 你看到老师是不会拔长 其实这个直射是可以无限延长的 但你看题型了 这条题目是讲到明 我只是准备你由-3 去到3 那即是画 你一定是-3 这个位 去到3 这个位 这点和这点就是 一个头一个尾 就不可以再伸延 然后画完之后 这个名字就叫y等于2x加1 那么这条直线 就是y等于2x加1的答案 的图像 背后意义是讲的什么呢? 背后意义就是说 其实在这条直线上面 任何一点 都是这个严重一次方程的答案 例如 我随便找一点 这一点 大家看着 这一点的座标是多少呢? 如果这一点的座标 画回来的x 五格为之1 所以1格为0.2 对不对? 所以这里 x座标 就是0.2 好了 y座标就画回来的这边 就是这里 这里就是1 1.2 1.4 即是1.4 即是说0.2和1.4 都是这条二元一次方程的答案 你可能说 MISS 是不是真的? 其实很简单 你想想你一元一次方程的时候 你把解做完 代入色 如果左面和右面是双等的话 其实就一样了 我们就真的代一下这点下去 看看是否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看 左方 就等于y y是1.4 右方 是2 2x加1 2 x是0.2 加1 2乘0.2 就是0.4 加1 就等于1.4 真是左方和右方 即是说 刚才我所说 其实这点 是真的在直线上 当然 因为你已经画到直线 我在这个直线上找这点的 我现在只是想引证给同学看 其实在这个直线上 有无限这么多的答案 每一点都是 而它的答案 不一定是整数 不一定是 譬如这点 刚才我画出来的1.3 是不是整数才是答案 其实不是的 在直线上任何一点 无论是整数 点数也好 你知道座表是对的话 都是这个二元一次方程的答案 总括而言 如果你要做二元一次方程的答案 它的答案就是在直线上 所以第一步 它就要将这个方程 去计算一个叠表式 找回相对应的XY值 然后第二步 就将它画成一条直线 好了 那同学们想 如果下下都要画这么多点 是否很麻烦 停一停想想 一条直线至少可以几多点形成 聪明我同学已经答到我 是不是其实有头尾这两点 已经可以形成 那很多时候 两点形成 但我们就不会只画两点 因为如果两点只要有一点错 其实如果你这点 画到你这点 你也是画到这条直线的 但你不知道这条直线是否正确 所以一般我们用三点 用三点去做 即是说 如果这条题目是要-3和3 即是说头是要-3 尾3 这两点你一定要控制住 那中间呢 其实你随便找一个座表 在-3和-3之间 你随便找一点去画 你而画到这条直线 那你已经可以画到这条直线 而你没错的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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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